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又有新动作被曝光 女主实力颜值双担当 网友 经典热剧美跑 能力突出的演员更能够获得导演的赏识 也会邀请他参与更多作品 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 每次说起肖战 在网络上关于他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 几乎演什么就像什么 他又有新动作被曝光 主要牵扯到带来了一部情感剧梦中的那片海 通过曝光的女主角 被大家视为实力颜值双担当 多方面因素促使之下 隐隐约约感受到作品的实力 网友认为经典热剧美跑了 每位演员只有尽全力演好每个角色 才会给自己创造更多机遇 毕竟在这个圈子里的竞争非常激烈 稍有闪失 会让自己错失很多机会 一般来说 一些能力突出 有潜力的演员 更能够把握好眼前机遇 他们不会放过任何细节 尽最大的努力 使出全身的劲 演好每一个角色 关于肖战在圈子里有多么红荷 相信你也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创造出来的经典作品相当多 有些事实摆在眼前 总会让人们感受到 某位演员的能力突出 有天赋 有悟性 无论拿到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什么样的角色 很快悟透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好比给他量身定作 你们说有多厉害 导演也会绞尽脑汁 邀请一些人气非常高 演技特别棒 有潜力的演员参与他们的作品 肖战透露出来的好消息 参与到一部情感大剧梦中的那片海 引起了无数人的关注 带来了非常多的话题 你们认为肖战的演技有多厉害 其实我只需要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描述 就能表达我心中的意思 呈现在我眼前中的任何一个角色 总会让我陶醉在剧情中 展现出来的演技出神入化 他总能够把剧本中的人物情绪 传达给每一位观众 与观众产生互动 所以说 他参与的每部作品 巴布德挖掘出更多详细情况 比如说与他合作的演员 还有剧情 包括幕后制作团队 一部作品能够给你带来多少期待 主要在于能不能够创造出惊喜 牵扯到的剧情 是不是迎合了大多数人的期待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合作的对象 因为 只有他们之间的互动 才是剧本最精彩的部分 观众充满着好奇 充满着渴望 充满着期待 非常在乎他们到底会带来哪些精彩的故事 要说这部作品的女主角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她们也有过合作 她就是李沁 实力好不好 你最有说话权 看到某些演员 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颜值非常高 演技相当棒 巴布德看到他们参与更多作品 当你看过他们的作品之后 就知道他们的演技怎么样 功底有多深厚 从而就会对他们产生好感 甚至产生依赖性 认为他们参与的任何一部作品 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此次被爆料出来的女主角李沁 相当棒的一位女艺人 呈现在观众眼前的任何角色 拥有很大的说服力 看到一部作品 很快让你产生收看的冲动 证明导演的眼光相当厉害 找对了适合的演员 当然要想让这部作品 拥有更多可喜成绩 需要演员把剧情呈现在你们的眼前 关于肖战又有新动作 带来的梦中的那片海被曝光时 你会通过各个途径了解更多信息 比如说 女主角的实力和颜值到底怎么样 当你得知她是谁时 也就认可这部 一定有望成为经典热播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22